做公有地的 今天好像 太一樣的主題了 大家好 我是哲瑋 反而不是要 介紹公有地相關的概念 就是 開放這樣的概念 跟出版或是一個 內容之事產業類的 作品之間有沒有什麼 有可能性 大概出發點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所以 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從事出版行業 並不是什麼知識的工作者 所以我反而是 大概有幾個方向開始 從我這邊開始去蒐集 例如說 Open Source跟出版 會不會有一些大家在 一些案例上是 認定說它這樣的一個取向 很接近這樣的概念的整合 就是大概我會持續蒐集 類似的實際案例來回答說 目前有沒有什麼案例可以 視為這樣的概念的一個雛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案例越來越多 會累積到一個程度 能不能從不同的案例之間 抽取一些特性 那第三個部分則是 把前面兩個的經驗 因為裡面會有一些實作的方案 或是解決的技術 那變成一些操作上的方法或指 所以我 像目前的話 我在iPad上面是有收集的 蠻多不同型態 或有的是很巧的東西 也是有的是其實就是很完整的一本書 但是它用很多元的方式釋出 那我回答出來是大概三個時機 就是回到這個作品的出現或製作 第一個時機是它本身 類似像畫面上有提到這個 《泰銘城市》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也曾經來去裡面提案過 就是它已經把書都寫完了 但是它本身用到一些地理資料的地圖 在這書裡面 所以它希望把這個東西放到Local Wiki 再持續做協助 也就是它協助的時機是在書完成之後 那第二部分像我們比較知道的 它錄插社的資料 假設回到這個年報的出版 那它可能就是回去看累積下來的資料 然後在這個年報出版時機上做應用 那第三個這個也是台灣 現在有一個人就正在推動 像法學知識資料庫 它比較接近是持續的 讓這個知識社群的成員 去做撰寫這些詞條的內容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結束的時間點 或開始的時間點 而是會持續地進行 所以這是從實機的部分來看 那所以這樣看起來是會有兩種類型 一個才是以出版物的模式來推動 第二種可能是像我剛才提到的 法學知識資料庫 它是有一群關心這個知識 關心這個領域的人一起做社群的協助 那五個特性是大概是 目前比較出戶歸納出來的一些特質 第一個是說所謂開源出版 當然還是以授權 如果授權它可以促進內容流通 這個一個作為第一個角度 那第二個部分是 畢竟它還是一個出版物 甚至它就是一個累積下來 怎麼樣做內容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要跟本來怎麼做這件事情 做一個結果 第三個部分是 有些開源出版的案例 所以它很強調別人可以再製 或整個重製它的出版過程 甚至去改變它的出版的一個樣態 所以它的產製過程的透明化 再製性變得是它很想要強調說 其實別人都可以把整個書 重新再做一次 甚至它的研究也可以再做一次 後面兩個大概就是 回到出版品 畢竟還是有一個受眾 或者是想要傳達的對象 所以像內容的展示 或者是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讓很多人來協作 或者變成是 有一些特性 變成是部分案例 它想要特別發揮 然後在授權的部分 像CC0它其實 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流通性的授權 甚至就是公眾的領域 但CC0並不會處理到它 它怎麼樣做出這個作品的一個歷程 就是可能它怎麼說 雖然它最後的這個產出 是CC0的授權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它當初在什麼階段 做過什麼樣的這個 知識內容的一個製作過程 所以這是 我是總部覺得 CC0好像並沒有 比較有辦法去解釋 那一部分的環節 那後面我就舉一些 我目前有在說幾個 看到一些案例 例如說像這個大概是 是一本書 不過它同步就是把它的 像是這個 可以在線上越來也好 或是有其他形態的 線上的電子化的版本 那這個也大概也是接近 就是它也雖然是一篇文章 但是它也把它的內容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這裡大概也是 甚至是把一些分析程式啊 或是一些分析的過程 同步釋出 那這個就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這本是在 可以強調一個 海校來的要怎麼樣避難 這樣的一個知識 那這個知識其實它希望 每個國家都可以 都可以有一些流通 所以它希望 號召大家來做翻譯的協力 而且提供 這個劇作為一個主要的 這個網站 它希望每個不同時代的人 他怎麼樣詮釋這個劇作的成果 都可以匯回來到這個網站上 那這也是一個出版品 然後有不同的像 線上檔案或者是 下載的PDF等等 或者是比較常見的 像直接把內容做成一個 網頁的不同的頁面做呈現 那後來我想一想 就是像食譜這件事情 就是某一種菜色的做法 它其實還蠻參數化 也蠻元素化 就是你想吃淡一點 你想吃鹹一點 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你甚至可以在這個基礎上 你去研發一個 它的變化的東西 然後這個食譜的脈絡 好像也蠻開源的一個東西 那有些開源是強調說 本來是比較文字化的內容 它變得比較容易閱讀 變得圖像化的處理 那這是剛才提到 潘瑩德士 他在LogoE上面的頁面 所以像他把內容放上去之後 也確實會有一些網友 他可以再延續補充一些新的 一些他的點位啊 這個內容 法學知識資料庫 也是這個台灣法理學會 他目前正在推動的一個知識庫 主要是由這個社群 他們的會員 多半都是法學界的一些工作者 一起參加 那每個人會自己去定義 他想要寫什麼樣的詞條 然後未來他們會希望 也變成一個線上的平台 在頁面都可以做一些討論互動 所以這個是他們初步提出的幾個詞條 有幾個還蠻有趣的 例如說 有一個可能本土的研究者 他就提議哪個警察大不殺 想要強調日誌時期警察國家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之後呢 回到這個第三個 這個工作方向 可能就是希望整理一些操作指南 就是 假設我今天真的想要做一個 台語文出版一個整合性的方案 那我可能 我的出版的情境 或做這個內容的情境是什麼 然後看看能不能把一些 既有的技術方案 在這個領估的過程裡面 提供給這個推動人 然後他可以找到 比較適合他當下的情境 然後這個 就用這個方法去 盡量再做看看 他們的個人心 好 以上是我的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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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